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在座的青年朋友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早 今天看到各位非常的開心 很長一段時間 我主要的對談對象 沒有像今天這樣 集中在我們18歲到35歲的青年 如同剛剛蔣部長所講的 在過去一段時間 相當長十幾年的時間 我都在學校裡面教書 因為在學校教書的緣故 所以幾乎每天都是跟我們的青年朋友在一起 每天聽青年朋友來跟我講他們的學業 他們的生活 甚至於他們的婚姻等等 所以那時候總是覺得自己的心態非常的年輕 有人說在學校裡面教書的人 比較不會變老 心態上是如此 但是在幾年前我離開學校 到政府去工作 我就發現外面的這個世界 比起校園真的是複雜 很多很多 校園裡面所聽到的同學 關心的一些問題 其實是我們整個社會的一部分 那除了這個校園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職業 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年齡層 他們個別有他們不同的關懷的一些問題 所以在過去這幾年裡面 對我自己來講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學習的經過 我試著去了解 除了老師工作以外 到底還有多少的事情是這個國家所面對 甚至於這個世界所共同面對的 那麼經過這幾年的一些學習跟莫索 今天能夠在各位所舉辦的這個活動 來跟各位分享一些經驗 我感到真的是很高興很高興 剛剛蔣部長也講到說 過去呢我們其實清發署每年都有辦活動 清發署過去所辦的活動 我印象中就是每年會有一個青年政策大論壇 因為以前過去是這個清府會 那麼清府會時代呢 他們專門做我們青年的溝通跟培訓的工作 每年會有一個政策的辯論的聯盟 然後同時會搭配一個活動叫做所長一日見習 那就是分組的同學會有機會 去跟各部會的所長有一天的時間 他們從早到晚看到底部會所長在做什麼 當然他們不是只有那一天才跟部會所長見面 他們在見面之前已經經歷過好幾天 不同時間的準備 包括他們到底要做什麼樣的研究題目 比如說我在內政部的時候 他們可能關心的是警政的問題 我記得有一年有一組同學 大概八個人九個人左右 他們呢就特別關心說地方上面的一些 警力的服務便民的工作 要怎麼樣再提升 然後他們從很早開始就一直不斷的去下鄉 去看實際的那種派出所警察局的情形 然後提出他們的一些想法 結合我們現在年輕人最強的就是通訊科技 然後把它轉換成一個建議案 希望警政署可以採取這樣的一個方案 等到首長一日見習的那一天 那這些同學除了跟我見面討論 並且看我那一天到底在做什麼之外呢 最重要就是我們就他們的方案來交換意見 我們覺得我們的青年朋友們提出來的方案 雖然因為不清楚整個警政體系裡面的現有的規定 所以有些地方可能是沒有辦法被落實的 但是那個方案本身的那個突破點 那個觀念跟創意是非常好 所以在一整天討論下來之後 我們發現其中有好一些重要的概念 是可以轉交給警政署 並且落實到地方警察的工作 像這樣的一種活動我就覺得非常的有意義 因為它一方面是讓我們的青年人有機會 去了解到國家的這個政府的運作 究竟是怎麼樣在推動 你也許沒有辦法全面一下子都了解 可是你可以從你們所選擇的最關心的議題 從那個地方開始慢慢慢慢的往上看 那你就會發現說 你原來可能只關心治安的 或者是服務便民的事情 結果你往上看的時候才發現說 它還牽涉到社會福利 或甚至牽涉到我們的鄉里的 就是這種所謂里長的村長的組織 像這樣的一種學習的過程 我想對於將來長大以後 要成為我們國家的中流砥柱 並且要帶領這個國家照顧我們的老人 跟教育我們的下一代的青年來講 是十分的有意義的 但是更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對於政府各機關來講 尤其是對於首長來講 這也是一個可以跟年輕人互動 並且知道到底從年輕人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世界 跟我們這所謂的大人 尤其是五六十歲以上的大人 所看到的世界究竟有什麼不同 有的是純粹觀點的不同 就像一個很高的人 譬如說一個籃球選手 他可能有200公分 跟一個很小的小朋友 他可能只有110公分 這樣的兩個人 他們所看到的世界其實是不一樣的 很高的人他隨便一看 什麼東西都是用俯視的方式 他沒有看到他所謂看不到的地方 他以為他已經都看到了 可是你去問那個110公分的小朋友 他會告訴那個很龐大的 籃球選手一樣的大哥哥說 可是我從下面看起來 有你桌子底下的那個灰塵啊 或者是蜘蛛網啊 這些是你看不到的 每一個人從他不同的角度 所看到的這個世界其實是不一樣的 政務所長雖然他們每個人經驗都很豐富 但是這並不代表 政務所長或政務官 就比其他的人更了解這個國家 尤其是當我們的年輕朋友 不管他是高中生大學生 或者是剛出社會的年輕人 他們所關心的問題 以及他們的焦慮呈現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官員 尤其是政務官不能夠以說 這些是小朋友他們不懂他們還小 就這樣把他否定掉 相反的 就如同我剛剛所舉的例子 個子高的人有他看得到的全面的東西 但是個子矮的人一樣有個子高的人 看不到的事情 我們應該把這一些不同的視野 所看到的事情提出來交換 這樣才有可能真正看清楚這個世界的 各方各面的角度跟面向 那麼因此對我來講 那個首長見習一日的活動 以及年輕人所提出的一些政策的建議 對於這些身居國家高位的政務官來講 最大的刺激就是要讓他知道說 雖然你不斷地在規劃一些政策 但是對我們年輕人來講 我們更在意的是這個政策 而這個政策在你的施政的藍圖裡面 究竟有沒有被擺進去 你的忽略究竟只是一種 因為年紀層的差別所造成的忽略 還是是一種更根本的 可能對於世界的價值觀 跟我們的看待的方式不同所造成的忽略 那麼因此在過去親府會 所舉辦的這種活動的時候 我幾乎每一年我都會親自參加 這種所謂首長一日見習的活動 每年都聽到不同學校的團隊的朋友 他們告訴我的一些事情 那如同剛剛蔣部長所講的 今天比較特別 今天不是在我們整個政策論壇 走到最後面去跟首長見習一日的時候 來跟各位見面 而是在各位還在初始階段 我們現在正在培訓 我們的分組的帶領人的時候 就能夠跟各位有一個交換意見 跟心得的機會 所以我感到特別的珍貴 我知道昨天的課程 已經就好像是我們公民參與的模式 還有我們分組討論的技巧 大概有做了一些講習的課程 大家都很辛苦 聽說活動進行到晚上 那麼接下來今天還有大半天的課程 早上這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很感謝教育部讓我有機會 來跟各位談所謂的 國家當前的重要政策的解構分析 照說這個題目其實可能是很多人想聽 但是大家一定可以想像的到 這個題目太大了 國家政策從國防、外交、財政、金融 到社會福利、到環境保育、到文化交易 可以說各方各面都有 那麼要在短短的給我30分鐘的時間裡面 去簡介國家政策 我想我不太可能就任何一個政策 講得足夠的有深度 但是我倒是注意到一個資料 它改變了我對這個難得的機會的一個應用的想法 昨天晚上我在看資料的時候我發現說 教育部好像今年特別有為請這個遠見跟天下公司 先做了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進行的時間是3月18號到3月28號 那麼根據這個民調它主要就是要問 我們曾經參加過青年論壇的朋友 跟今年正在參加的人 大家所最關心的題目是什麼 那很有意思的 這5個重要領域的題目 包括我這裡看一下 有社會的領域 有教育的領域 有文化的領域 有國際事務的領域跟有環境的領域 這5個面向是當然青年朋友可能比較熟悉 也比較關心的領域 他發現每一個領域大概有分別一些問題 他們被關心的程度排行不一 那麼我就專門看那個排行最高的 到底是什麼問題 我後來就想說 這些問題比起原來我的幕僚同仁 當我準備的 今天要講的 那個主題可能會更貼近各位的需要 所以我昨天晚上 其實昨天下午就臨時通知他們說 不要準備PowerPoint 我說很感謝同仁的準備 但那個我們就放著不用 我直接在一個沒有準備的情況之下來 跟各位講 經由這個民調所顯示出來 大家所關心的問題 那各位 我不曉得你們手上有沒有這些問題 我唸一下 第一個 社會的問題你們還記得是什麼嗎 有沒有人看過這個資料 喔 我聽到了 有人提到食品安全 社會的問題的排名第一的是食品安全的問題 我先把題目念一遍 教育的問題 我問一下蔣部長或者是羅書長 你們這個資料同學有沒有看到過 民調的資料 應該是在鑽泥 喔 正在鑽泥 他的那個提綱是不是 對 好 謝謝 教育的問題 我們最多的受訪者所提出的是 教育跟就業究竟要怎麼樣銜接的問題 也就是說顯然很多的朋友都很關心 我們學校裡面教的這些東西 跟我們將來去就業的時候 到底能不能用得上 簡單講就是這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在文化層面 最多人關心的問題是 我們究竟要怎麼樣去保存 並且維護我們的傳統文化 對於我們年輕人來講 願意去關心這個問題 而且把它當成是排行榜第一名 我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相對於其他的問題 其他問題比方說如何促進一個 尊重多元文化的社會等等 這個問題居然還更高 就是分數還更高 關心的人更多 等一下我也想談一下這個 第四個是國際事務方面 排行第一的問題是說 台灣越來越不具有國際競爭力 怎麼辦這個問題 我相信這是很多很多人關心的問題 第五個問題是環境面的問題 問題是說我們的環境保護 跟我們的產業發展之間的衝突 該怎麼辦 我相信當時會有這個問題 會跳到這麼前面 一定是跟今年齊柏林導演所放的 看見台灣所引起的熱烈反響有關 因為齊導演就是在講說 我們當然很希望我們的環境 能夠得到充分的保護 但是他也不否認 經濟的發展跟產業的需要 也是我們所遵求的價值 但是這兩者之間如何求的一個平衡 而不是單面向的說只注重經濟開發 或單面向的只講環保 這個我相信也是很多年輕人關心的問題 好 我現在已經把我所看到的 民調所顯現出來的 我們青年朋友最關心的五個問題點出來 我現在就先用幾分鐘的時間 來跟各位講一下 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我的講法並不是要跟各位講說 官方的說法在這裡 大家聽清楚 這裡不是要做任何的宣講 我剛剛已經跟各位講我沒有準備 我是昨天才看到這些題目 我也沒時間打電話問部會首長 我只能以過去這幾年在政府 從政跟服務的經驗以及心得 很直接的跟各位講 我對這幾個問題的個人的一些想法 這些想法不是標準答案 但是我希望這些想法能夠引起 各位不管是在今天 稍後的一個多小時的討論 或者是各位在進一步回去你的 將來各個分組帶討論的時候 看能不能聽到更多有意思的回想 所以它不是標準答案 它是一個經驗的分享 我先講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說社會問題 就是講這個食品安全的問題 食品安全的問題我在這幾年裡面 尤其是去年跟今年 還真的是處理過不少次 這是一個非常令我們感到遺憾 並且讓政府感到愧疚的一個地方 就是為什麼台灣的食品安全問題 層出不窮 不管是會造成民眾中毒的食品事件 或者是雖然沒有到中毒 但是讓大家覺得恐慌 覺得不愉快的那種所謂的假食品的事件 其實這件事情會讓我想起來 當我還在學界教書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學界的朋友 清華大學的一個教授 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是大家所廣泛閱讀的 那一篇文章的調議就是 要去問一個問題就是 台灣為什麼沒有辦法從食品中毒 這一件事情學到教訓 而這篇文章大概是1993年左右 如果沒記錯的話 你看看那麼早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在問這個問題 我們從最早期的米康油事件 然後到我們最近的這個塑化劑等等 我們的食品問題 真的是不斷的一直在出現 我覺得不能說這幾十年來的政府 不管是藍綠執政 在這個事情上都沒做什麼 應該要問的是為什麼我們做的 都沒有辦法有效的防止這種情形再發生 以去年我們所經歷的這些風暴來講 其實你可以看到有幾個層面 是造成這個問題不斷的在出現的原因 第一個當然是有所謂的黑心商人 黑心的廠商它之所以被稱為黑心 是因為它為了要以比較低的成本 賺取比較高的利潤 所以把本來不應該拿來 做為食品原料的東西交到食品裡面去 這些東西可能比較便宜 因為它可能原來是做化學藥品用的 但它把它拿來做食品原料 可以產生的效果一目混珠 但是對人體的健康來講可能不好 或者是會讓它覺得受騙 這種發自來自於廠商的因素 我們說是這個黑心 暴力的這個因素 這是一個原因 跟對這個原因我們要怎麼解決 另外一個原因是 它並沒有故意要做這一件壞事 可是它對於食品營養跟製作流程的知識 跟技術不夠好 它發誓說它真的沒有故意要添加這個 或產生那個弊端 可是他們的整個製作流程 就像什麼瓶蓋啦 或者是說製成被污染 這個其實是因為它的技術不夠好 它也不曉得說這個地方應該要 特別再加一到什麼樣的防備手續 因此當發生這種食品中毒事件 或食安問題的時候 它也很愧疚 可是沒辦法 它必須要接受國家法律的制裁 這個是跟知識跟技術有關的 另外一個原因是政府自己 政府不管是中央的衛生署 或者是地方的衛生局 或者是環保單位 他們平常對於我們所要求的這種抽查跟檢驗 究竟有沒有落實 還是如同很多雜誌期刊所揭曝的 所揭露的他們說很多地方的這種基層的 基查人員其實已經拿到人家的好處 或者是肩膀不夠硬 每次在地方的一些有利人士的關說之下 他們就消單了 然後明明知道這個事情存在 但是他只要希望他任內不要發生就好 人力的不足或者是公務員 沒有辦法有這個承擔 去執行法律所賦予他的權利 當然也是造成我們的黑心商人 可以一再的去觸犯法律 因為他知道或他有信心他不會被抓到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是屬於政府的問題 最後一個我們也發現 我們廣大的消費者也就是一般的民眾 在這樣的一種食品文化裡面 其實也有一些地方值得檢討 那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非常喜歡吃漂漂亮亮 很香的 很Q的一些東西 這種胃口 品味上 或者是這個 他的所謂的食品的這種外觀上面的選擇 跟偏好 就等於鼓勵了產商不斷的要去保持這個食品 看起來非常的亮麗鮮豔 可是很多很鮮豔的產品 其實一看就知道說這裡面會有問題 像大家都知道那個金針菇 如果說是真正按照標準做法金針菇 他其實比較黑比較難看 可是我們為了要去買到金針菇 看起來是這樣金黃色很漂亮 好像是你從稻田裡面剛摘回來的 這就使得我們的產商 會添加很多的化學藥品去保鮮 那麼這樣的一種消費者文化 以及我們常常為了價格上面 寧可去買比較便宜的 但是不願意花比較高的價格 去買那一些製作比較嚴謹的東西 一樣會鼓勵了廠商消價競爭 或者是用不應該添加的東西 來取代應該添加的東西 我以這個為例 在我們過去的討論裡面 我們發現原來一個食品安全問題 牽涉到這麼多不同的原因跟面向 那麼因此政府在政策上要去解決的時候 就必須要針對這些東西多管齊下 你不能夠只怪衛生署說你們積茶不夠 或者說只拼命在這邊加錢加人 你應該要想的是說 當一個產品從農地上面被生產出來的時候 包括我們的農產品原料是不是無毒的 是不是健康的 包括我們生產這些農產品的那個大地 或者是水質有沒有已經被汙染了 如果說工業汙染已經造成這塊地方 長出來的東西 就是會含有過量的鉛或者是拱的話 那麼你後面再做什麼努力也沒有用 再來就是這一些產品 從安全的土地長出來被加工製作 特別是送到工廠 要做成那個產品的時候 這整個流程究竟有沒有符合 國家所置頒的那種所謂的標準作業流程 我們後來有個牌子不叫做GMP嗎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就是良好的製作規範 這個是經濟部在管 因為所有的東西變成一個商品要賣的時候 它已經是牽涉到經濟部的問題 可是這裡面如果是有吃的 那有的是水產品、農衣產品 那個是農委會要負責把關發給他認證 那如果是這個衛生署的話 他們也有更高標準的一些標章在發 我們的標章這麼多 使得我們從市場上買回來的產品 常常貼了好幾個標章 像什麼牛奶啦或者是什麼這個CAS 可是貼了那麼多 對消費者來講就是到底它可不可以吃 我只是想要問說它可不可以吃 因此在我們過去去年我一直討論的時候 本來是很想把這個事情做一個很庶民的處理 就是把這些標章全部廢掉 然後最後只統一一個標章 就是好或不好 如果是可以吃的你就貼 不是這樣講 就是說可以上架都可以吃 然後有貼這個標章就是好的 我們給它加持的 沒有貼這個的就是表示它可以吃 但是它也許不是最好的 我們不推薦 我說能不能把它弄成就只有一個標章就好 這其實是一個我想很多人都想說 應該就這麼做就好了 後來發現好困難 因為不只是我們自己的各部會 他們發展這些標章已經經過了十幾年 幾十年的歷史 他們有他們的一套做法很難整合 而且更重要的是全世界也沒有像我們這樣 統一成一個標章 然後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了 事實上因為不同的檢驗流程跟實驗室的要求 就是會產生一些大大小小的標章 但是我至少在去年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看到的大概十幾二十個標章 砍掉了大概一半 因為我說這些標章有很多是不必要的 他們當時之所以會產生 其實是有一點在各個不同的主管 他擔任那個單位的首長的時候 他為了要表示他很重視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推出一個標章 然後在他任內 也許這個東西封行了三年五年 可是等到他去職之後 下一個人上來 隔了兩屆會覺得說 我不要重複他的東西 我要再弄一個新的標章 那這個新的標章 當然跟舊的標章會有一些不一樣 可是問題是 本質上沒有那麼大的差別 我們的標章因此就這樣累積累積累積下來 同樣一個產品累積了好多種不同的標章 我後來就跟他們講說至少把那個比較不必要的次要的通通去掉 那這一點農委會也答應了 經濟部也答應了 謝天謝地 所以我們大概 以後大家所看到的標章會少很多 但是留著的標章 基本上我希望它是有用的標章 所以這個是以食品安全來講 就是說 我用這個例子講得比較詳細 其實是讓各位知道說 它會牽涉到什麼層面 哪些部會 我們可以怎麼樣試著去解決 但是無論怎麼樣千萬不要 把一個問題簡化成只有一個答案就可以 在食品安全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常常看到一些很簡化的答案 我隨便舉兩個答案 我不是說他們不對 我是說它被簡化到好像只做這兩件事情就沒事了 一個答案就是說我們要提高罰則 只要重罰他們就不敢 我跟各位講 重罰不是不行 但是還是有很多問題沒解決 那另外一個答案就是 我們的地方的基層人員 就機查人員能力不足 所以政府應該趕快編列經費 然後讓他們可以 如果說本來只有10個人 你希望他有100個人去機查 那這樣我們就不會有漏網之遺 我跟各位講 這個也不是唯一的答案 當然我們地方的機查人員可能不足 可是你如果把整個事情 劃約到就是說能力不足經費不足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我們有很多施政都是能力不足經費不足的 不幸的話我跟各位講 我們的消防能力是不足的 我們的醫護人員 尤其是護理人員是不足的 我們現在拚命在推觀光 我們的移民署還有那個交通觀光 就是飛機進來的時候 我們都要開一些機場 然後來做那個通關的準備 這種人員移民觀是不足的 我還沒有聽到哪一個單位跟我講說 報告院長我們這邊人太多 吃飽沒事幹你把我們砍掉一半 沒有每個單位都跟我講說我們能力不足 我們只好在很不得已的情況下 增加這邊一點 增加那邊一點 但是各位也知道 我們的全國的公務員的總數 是有上限規定的 有一步法叫做總員而法 它規定了你不能再增加了 因為大家在另外一方面又會覺得說 政府那麼龐大那麼浪費幹什麼 應該要精簡 政府要精簡 可是政府如果要精簡 你這邊食安出問題的時候 你要拼命跟他講說 100個要變成 10個要變成100個 這兩個價值或者是民眾的訴求 基本上是衝突的 可是在講說要增加人力的同時 沒有人會同時去講說 總員而法不對 總員而法應該把它去消去除 然後讓那個總員而的上限可以提高 沒有人會這樣講 可是相反的在講總員而太高 要求政府要進一步精簡能力 不能再多聘公務員的時候 那時候講這個話的人沒有人去講說 我們的食品安全能力需要增加 國家的施政常常就是像這個樣子 在很多的限制之下 你不斷的要去做選擇 到底該這樣做還是該那樣做 有沒有辦法在不增加人力的情況之下 去處理食安的問題 好 我剛剛以這個為例子 接著我要跟各位講一下 另外一個各位比較關心的例子 就是教育跟就業的銜接 教育跟就業銜接 我相信在座很多很多人都關心的 這個問題是來自於說 我們現在的大學也好 科技大學 技職 院校 所培養出來的很多的同學 在去職場要走工作的時候 常常吃的閉門羹 很多工廠的老闆或公司可能會講 你會覺得說你在學校學的這些東西呢 對我們來講沒用 所以可能會要求你再去做一些職業訓練 或者是先到別的地方磨練以後再來 這個問題是我從以前當老師到現在最關心的問題 因為每年有這麼多的同學畢業 但是他們到哪裡去 他們有沒有辦法在畢業之後的一兩年裡面 順利找到工作 是所有真正關心學生的老師 所必須要不斷自己去問的 我也必須講 在我早年教書的時候 我是政治系的 我們政治系的學生 畢業以後去就業比較容易 那時候不管是當國會助理 然後轉行當新聞工作 或者是去考這個高普考 當公務員很多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 那個就業的那個困難度越來越高 尤其是高學歷的 碩士跟博士 我教過的博士生 有人在畢業之後 只能夠先以堅任老師的方式 這個學校教兩個小時 那個學校教兩個小時 這個學校再教兩個小時 用這樣來湊時數 然後一個月薪水維持個2萬 或2萬出頭 可是很辛苦 他跟一個標準的能夠成為 大學裡面專任的助理教授 可以拿到5、6萬塊錢的信心 不可相提並論 他在這種情況之下過個2、3年之後 整個的研究的那種 志氣都消磨掉了 因為他本來是想說 我拿到博士學位 我很快的就應該可以當老師 當教授 可是沒有想到 他讀了6、7年的博士學位 結果出了職場之後 他找不到工作 那有些學生因此就會跟我抱怨 那時候我還沒有當政務官 他就很悲憤的跟我講說 台大害了他 教育部害了他 他說如果說我們這樣 辛辛苦苦唸書出來的人 找不到工作的話 那為什麼要設這麼多博士班 我那時候聽了非常的難過 因為這件事情確實是有一個結構性的 的一個原因存在 我們在早年台灣的大專院校 沒有這麼多的時候 我們的博士 我們的碩士 都是稀有人才 那時候要去教書 甚至有的是碩士資格就可以 可是等到我們管藝的教改 開始推動之後 廣設高中大學 我們的大學數目從二十幾個 變成一百六十幾個 原來我們在年輕時候 所看到的技職跟專科學校 全部轉為大學 轉為大學還沒關係 成立大學之後 所有的系所都想要設博士班 因此我們的博士跟碩士 真的是越來越普及 如果說台灣是全世界博碩士 比例最高的地方 我想各位不會意外 從當時推動這種廣設高中大學的 一些教育人士的角度看起來 這個是一件好事 他們會希望說透過學歷的普遍提高 我們的人才的素質因此提高 所以台灣的那個整個生產的品質 因為我們的人才素質提高了 所以生產的品質也會提高 然後價格會賣得更好 讓更多的人所賺的錢 不要只是一個技職畢業生 比方說一出來才3萬塊 而是像一個大學畢業生 出來可以4萬塊 或者是博士生出來可以5、6萬塊 這樣不是很好嗎 可是這裡面沒有考慮到的是 當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 這麼樣蓬勃 然後每個人都是大學生以上 那麼我們的技職生到哪裡去了 一個工廠或一個又一個的工廠 他並不會因為大學交出來的 就是高學歷的人 所以他就很高興地 錄取的全部都是高學歷的人 然後讓每一個人的薪水都比以前更高 他的成本要增加太多 他基本上還是需要有一些 比較做基層的生產線的工作的人 他還是需要以前的技職的人才 可是現在出來的都是動不動就是做事 比較沒有像過去那種產學合作之下的 一些實作的經驗 可是又有很多理論 然後大家都喜歡當那個經理 或者是管理階層 但是對一個老闆來講 我不能全部都是管理階層 我需要那個基層的功能 這個時候他找不到功能 沒有人願意當這種功能 所以這是為什麼過去這幾年大家都看到說 台灣的那個外籍勞工越來越多 然後他又製造了另外一個社會問題 那就是我們本地的人會覺得說 外籍勞工來搶了我們的工作 我剛剛要講這個教育跟就業之間的 可能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先把這個大的脈絡背景跟各位講 我們在一個時間階段裡面 大量的去擴充我們的高等教育 其實在政策的考慮上 是有他非常深遠的負面的影響 但是現在已經成立了這麼多的大專院校 跟博碩士班 我們如果問教育部長說 能不能把他們再塞回去 我相信他不敢 你現在不可能把那個已經准許他 從高職變成科技大學的學校 跟他講說拜託你們再改換成技職校 我給你一年100萬好不好 我覺得這是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台灣現在的大專院校 不可能再願意自己降格說 我在恢復成專科學校 那怎麼辦 我們現在少子化的問題姑且不講 它會形成另外一個很大的衝擊 光是這一些已經存在的大學 我們大概只能逐步的做一些事情 因為你做得太快 馬上會產生社會的動盪 所謂做得太快 比如說你如果把碩士班 學士班削減得太快 所以為了要控制我們的高等教育 不要這樣擴張 那很多人可能就馬上失業 很多學校的老師沒有課可以教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必須逐步逐步的去調控 去根據社會的需要來決定 哪一些細鎖的原額應該要增加要減少 然後我們只能硬著頭皮 在已經培養出來的這麼多的高等能力之中 我們想辦法要去讓我們的產業轉型的速度 要加快一點 否則的話我們會雙輸 但是如果能夠來得及讓產業轉型的話 我們一方面可以解決大學生畢業就業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國家的那個最重要的一個經濟上面的困境 就是產業無法轉型這件事情 才有辦法游擠 產業無法轉型就是 假定我們一直都是做代工的工作 我們一直都是做最基本的晶片 或者是零件 這些當然我們需要很多生產線的功能 可是如果說我們有辦法轉型稱說 台灣掌握的是關鍵技術 而這些技術可以讓我們賣到比較高的價錢 或甚至因為它有品牌 然後讓這一家廠商 可以獲得比過去的毛利更多的利益 那這樣所有這家公司的功能的薪水都會提高 可是要做到內部 你不能只是光喊就好了 你必須要有年輕的人才進來 然後呢 讓他們的創意 真正有辦法反映到我們產品的設計 或者是行銷通路的拓展 或者甚至是品牌的打造 如果說我們這一些沒有辦法利用我們這一些 高等能力來做到的話 那我們永遠在代工 你只是把過去由一個技職生站在生產線 變成一個碩士生站在生產線 而問題都沒有改變 因此這也是我們整個市政上 一個很大很大的挑戰 就是怎麼樣來鼓勵大家要做這種轉型 我並不希望把我們的學歷再降低 把大學再轉型變回所謂的技職學校 我希望在這個已經成為事實的基礎之上 我們去加強學校裡面的產學合作 加強他們對於市場的敏感性 然後加強他們去創業或者就業的技能 這樣的話在他們畢業之後才不會滿腹經論 但是沒有辦法為公司所重用 那像這樣的問題我等一下也非常想要知道 同學已經站在學校 但有些人是已經畢業了畢業更好 你已經有實際的經驗了 不管你過去學的是經濟系或者是化學系 你看看你現在在找工作的過程 到底碰到了什麼困難 我相信各位所提出來的見解 可能會比我從教育部的高教師 或者是青年署所聽到的 也許還要真切 因為基於這樣的目的 所以我打算我先講到這裡就好 因為如果不斷的講下去有太多的東西 但是我今天主要目的是要來 聽大家的意見跟分享 我們用最平等的最謙卑跟開放的方式 來看看我們所有的年輕的朋友在想什麼 那麼不管你的問題有多麼的這個急迫 或者是挑戰性 我都會盡我的力量 或者是在結合我們教育部長的知識來回答 希望在這樣的討論過程裡面 大家也會看到未來你在分組討論的時候 所可能預見到的一些情況 跟也許你能夠想到的 更好的一種帶領的技巧 那麼等一下討論活動就要開始 我的那個說明的部分就先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謝謝大家